不知你老师姓是名谁啊 回皇叔 我的老师名瞎人 嗯 哈哈哈哈 一个市井小子 相爷少年 虽然大才 是什么值得整个大堂的第一至尊 亲自取尊跑上一趟 只为问下这小子的身体情况 是本王太久没进朝堂 不理朝物 只管君武 这世道变了不成 这瞎小狼 到底什么身份 皇兄莫游 瞎小狼伤及头部与腰泪 但我府上的郎中已经诊着过 性的撞击的力度不是太大 头部撞伤 当时虽失了神志 但无性灵之忧 腰腹虽伤 却未断累过 希望一段时间 仍是没有问题的 还好这小子 没有撞出个什么岔子 不然那损失可就大了 柔儿那丫头 难得此生寻一个倦喜的良人 要是直接撞没了 只不定那丫头怎么样 况且其他事情刚刚开头 无论哪一样 直言 石探去毒 养猪之法 等等的 哪一个不是国之大计 若是这小子没了 那就真的是亏大了 那这小子现在醒了没 瞎小狼还在后腹歇着 昨日他神志不清 迟迟睡去后 目前应该还没醒 要不臣派人去看看 若是醒了 让他过来面见陛下 不必了 让那小子好好休息吧 他还不知道朕的身份 且过一段时间吧 不过那小子被撞的缘由 可弄清楚了没有 可是蓄意谋害 下面的人已经问清楚了 是两个农人 为了敢消禁石沉 昨夜一时间 赶得急了 拉火的马突然发黄 一时间撞得过去 如今那两个农人已经捉了 这小子 还真是走路不长眼 在个街边都能被撞成这样 就不能从容为师一点 陛下 下人吉人自有天相 下人吉人自有天相 且也不是普通人 只能说再是无盼 这小子栽了个跟头啊 对了 昨天这小子去了哪儿 回皇兄 我和下小狼 与春心阁相 嗯 这狗东西 居然去春心阁 这小子 头天刚给了个甜枣吃 就找不着北了 居然还去春心阁 这让柔儿知道了会怎么想 气杀人也 虽然朕也喜欢去 但是这小子绝对不行 一定要把他荔枝给捏爆 屁下 男人嘛 不都是说酸才子爱 皇兄 这乡小狼此次去春心阁 尚且不是循环作狼 而是另有原有 你且说说 这狗东西 要不是给朕一个满意的理由 看朕放不放过你 你要是染上什么花柳病 莫怪朕给你剁了 送进宫当卫士 随后李孝公慢慢到来 将昨夜春心阁的事情 慢慢细说了一遍 听得几人都是绕有神色 细细回味 话到最后 程晓晶自然是最熟悉 秦怀英这个后辈的 那可是自己好大哥的儿子 从小看着从开裆裤 尝到一表人才的 当下忍住猛笑着说道 怀英这小子 进而个恐怕少不了一顿打 就怕书宝下手下的狠了 现在这些年轻人 哈哈 书宝今日可有的忙了 不仅李世民 房玄龄几人也忍不住无良的笑道 他们哪里不知道秦琼的德行 秦怀英的这顿打 恐怕是跑不了的 不过细细回味瞎人的那一句句词 一句句话来 当真发人深省 引人回味 为了爱情 一个男儿就应该敢爱敢恨 这秦家小郎 倒也是一个痴情人 虽是一件胡闹事 但几人也没有去怪罪 瞎小子昨夜在春心阁唱的那首曲 你可能哼出个调子 皇兄 瞎小郎昨夜里用的乐器成从未见过 那曲子的调子还真没听过 臣还真是唱不来 不过那次 倒真是见面有意 其韵味悠长 当真此间少有的曲子 也是 那小子的曲子 也确实是别具一格 不能与平常曲子论 不过那小子的曲子 肯定是不凡的 闲杂人等 不准靠内 我来找我父王的 外面是崇异那小子不成 崇异拜见黄叔 崇异倒是长得这般大 岁月催人啊 哪里 皇兄说下 这小子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臣没人被他气得心 整天不屑无数 要不是时不时都要抽上两鞭子 不然家里的门槛都要背着小子先 哪里 男孩子吗 自然有个调皮捣蛋的时候 不碍事 你小子抱着什么 回父王 我刚送老师出府 这是老师说留下给父王你的 这小子哪有什么老师 府里请回来的哪个大路 不是被这小子坐愣走了 先生都未叫过一句 这又哪钻出来的老师 你哪来的老师 回父王 我刚刚想拜虾哥为师 老师说过 只有父王答应 才能收我 崇异 你说的老师 是何人 回皇叔 小职的老师 是一位才华爵士的年轻人 是个年轻人 他有何资格做你老师 回皇叔的话 我老师天时地利略知一二 才华横溢 才情不凡 小职相信 青年一辈中 无人能出其左右 甚至那些大儒文生 懂得尚且不足我老师新奇 这一刻 15岁的李崇异完全没有了刚刚怯生生的模样 挺直着胸膛 满脸自信 仿佛夸的是自己一般 刚刚一路上 李崇异被虾人说的各种稀奇古怪 从未听过的知识镇住了神 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道理是读书人不知道的 原来 这天地比读书人想的更加精彩 这就越发坚定了李崇异拜师的想法 不知你老师姓是名谁啊 回皇叔 我的老师名虾人 难道是自己把虾哥吹大了 皇叔他们不信不成 你能拜那小子为师 也倒算是你的机缘 我靠 皇叔居然认识虾哥 虾哥果然牛啊 李世民之所以得孝 便是因为朝堂上的下一代中 以李崇异和李承前关系最近 如果这两人能凑在一堆促进感情 那将来承前也算开始有了初步的班底和信任之人 且这人乃是自家人 自然比其他人来得放心 而他又哪里不知道李孝弓在他登基之后 有意无意地避开朝廷 做自己的逍遥王爷 只为给他服下一剂安心药 且不易猜忌 毕竟前随阳间之果在前 他李孝弓如今手握重拳 还身居五职 如此作为李世民自然看得通的 这些年来 李世民犹然未听见李崇异经过五道 就知道李孝弓想在下一代上留下一个保全之身 毕竟他们这一代的风霜冷力 自己这个堂弟恐怕不想下一代继续经历了 孝弓如此也好 正好让崇异与城前搭个伴 陛下的意思是 太子殿下败在了狭小狼门下 不过崇异能败下小子门下 你不必多虑 且记得 让崇异到时候莫要暴露城前身份变可 其中原有 等会我与你细说 这句话 李孝弓没有以私事论 既然是李世民让得李崇异去的 将来至少无论如何 也能毙了李世民的心思 至于以后这孩子能怎么样 就凭李世民这句话 也能顾个保全身 至少来说 能与太子同窗而学 自然最好 让他们好好去学吧 这犹如让朕想起了你我手足 当年在洪文馆之时 那时候 朕挑了夫子的帽子 还是你替朕承下的错呢 几人顿时跟着笑开了声 这句话李孝弓也是知道 李世民实在安他的心 李孝弓转头看了看 自己那傻乎乎的儿子 那眉头一饮一沉 随后松缓说道 你能拜下小狼为师 本王应远了 以瞎小狼之才 也不算亏待了你 记得跟着瞎小狼好好学 过两日本王准备一下 带你去行拜师礼 多谢父王 看样子瞎哥 是跟陛下有关系的啊 果然 小王认准的老师 就是比别人牛多了 郑好像忘了 城前拜师还要拜师礼 这要说给吧 郑们就不赋予 给了这小子 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这要是说不给 堂堂大堂储君 拜师不给拜师礼 或者给少了 不合礼一不说 这日后难免遭人非议 毕竟 哪怕民间书生拜的夫子 都要整上两块儿肉 提上几个菜呢 但话说回来 给了瞎人这个狗大户 着实有些心疼啊 陛下 下小狼给臣留下了 昨天晚上没有喝完的 几瓶桂花尿 称是义军 不如陛下今日中午就在福上用闪 品一品这桂花尿 虽然朕已经喝过这个酒 但是确实现在也只有 瞎人这小子的酒 能够入侯啊 那今日朕就讨这个闲去 麻烦孝公了 父亲出大事了 何时毛毛躁躁 你就不能像你大哥一样稳住一点 父亲 这次不是孩儿毛躁 而是真的有大事发生 说吧 有何事情 皇上下令 于朱雀街正东门立下了 义功德碑 功德碑 回父亲 这功德碑 是以记录本次捐粮之款 公开明细于今早出现在哪 正朝云眉皱如穿 一脸神思 陛下这是直接不顾撤着 直接准备向世家大族下手了呀 就是不知 这是无奈而为 还是皇上真的是信心在无 胆敢和几大世家 明着撕破脸皮 其他几家可有什么态势 父亲时间太短 还弄不清其他几家的态度 不过如今 其他几家也在探着风头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孩儿第一时间过来告诉父亲 其他几家 看样子也是被陛下这一下 弄得措手不及啊 皇上 倒真是下得一手好奇啊 自从李世民三哉同志 以功戴阵 让郑昭云都不由得心想 这到底是何人提出来的法子 后面借着粮食的口子 几家本章作价而沽 心里还各自打着算盘 想要捞得更多的好处 没想到李世民来了这手 倒真是一步步好奇 郑昭云思量良久 犹然思索不出什么好法子来 让你大哥先去北梁 想办法弄清楚其他几家给的量 我们必须比他们高尚一些 此事事关我族声望 其他几家也是会极度看重 陛下 倒真是好一个阳谋啊 可父亲 这样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朝廷 哼 可陛下走出这步棋 自然不会凭空无底 此事事关我族声望 若是让天下世子失了心 那比这给出的粮损失更多 不仅是我们 哪怕其他几家 也不得不吃了这个哑巴亏 这 好吧 我现在就去让大哥办 算了 老夫亲自去看看 不仅正是 其他几家 王氏 卢氏 崔氏 哪怕是李氏自己 都是被李氏明这一手功德杯的路子 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时间 民间 长安城内那梁架 又突然传出了大场的消息 不少百姓只有大呼挨哉 大叹十年之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